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好 很高兴与各位新老朋友相聚云端 我们共同庆祝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今天的生物多样性日的主题 生物多样性你我共参与 凸显了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的包容性 以及各国政府社会各界协力同行的重要性 作为COP15的主席国 中国一直不遗余力地发挥领导和协调作用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迪拜大会上 我们牵头发起了昆明蒙特利尔 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实施倡议 在第六届联合国环境大会等多个场合 我们积极呼吁多边环境协议加强协作 共同推动实施昆明框架 持续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治势头 我们信守承诺即将启动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 我们安排了5000万元人民币 来支持首批项目的落地 我们欢迎更多的国家和机构继续为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 捐资共同支持昆明框架的目标实现 同时我们对标昆明框架全球目标 更新发布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-2030 推动建立了政府主导企业积极行动和公众广泛参与的 生物多样性保护长效机制 在这里作为COP15的主席 我呼吁各地月方加快更新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行动计划 创新全政府全社会参与的方式 积极调动各方资源和主动性 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 谢谢大家